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絲 OK 我們要玩的遊戲是神魔之塔現在的劇情 我們來到了機械城製作單 主線第六章 他說第一話 那我們又要按希拉 OK 好了 今天有許多孩子要把陳列椅子 不趕快的話 今天可能弄不完喔 西姆的話令職員動起來 失明職員報仇殘破驅蓋 還用水沖洗地面等級把台階冷殘留暗紅的痕跡 空氣的血腥味能在鼻腔間淫繞 台下的市民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 兵兵兵少年少年在職員的大影下前往高台 讓那神秘少年少年拼命掙扎 想增開父母的束縛 太可怕了 我不要不要媽媽 我不要繼續話 不可以啊 光臨 這裡其實都是為你好 爸爸 把他打暈的話 就不會反抗了 男子走到少女旁 伸出鎖刀 敲落少女的井上 哭喊不亂的少女被擊棍 她的哭喊嘎懶兒子 其他父母的健壯也跟著模仿 把哭吶不已的兒女打暈 臉上沒有一絲猶豫 彷彿他們對待的並非 帶有生命的存在 而是一件無稽的物品 為了這些話 就必須做到這個地步嗎 不 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 感覺就是被 被什麼魔法控制住了 那個神智的感覺 好 三秒 哦 剛好7combo 哇 會死欸 哇 太大力了 拜託啊 多一點啊 十二 呵呵 我衝打 啊 好 我們用巴龍隊 嗯 哇 好我 有了 啊有了 有了 有了 這一切都是為了大家而做 他不會打 不會打我們 過 地獄大師 麻煩你繼續主持了 西魔把銘槍交給召喚師 召喚師伸手 名槍隱身落地 召喚師難以掩飾憤怒的顫頭 發出打從星爺的跑火 你們太殘忍了 竟然這樣對待那班孩子 你們都沒有感覺嗎? 咦?地獄大師 你好像誤會了什麼 我們做的這一切 都是為了他們著想 是因為我們愛他們 別再胡說八道 那所謂的愛 根本只是你個人滿足 不要用漂亮的癡情去包裝你的自私 唉 地獄大師 想不到你的思想 竟這麼狹窄 被剛才血腥的畫面 嚇倒和忘記的本質 我做了什麼? 那你認為我是自私呢? 你看 那班孩子成功得到機械的露體 是多麼高興 召喚師撇向台下 剛隔到機械身的少年少女們 他們擺動四肢 臉上露出機械的笑容 似乎很滿意自己的狀態 可是召喚師撇過臉 妄向助力帶另一邊等待儀式的少年少女們 他們全身都脆弱的小動物般抖動 即使是這樣 我也不認同你這種做法 我要阻止成年儀式 唉 想不到你如此名文不理 竟然你要打擾我們 我 只好把你打倒 阿捏切 你吉利 唉 我本來挺欣賞你 第一大師 還以為 你 會成為我們的夥伴 我一開始就知道第二大師是個沒檔鬼 糟糕 我們被包圍了 沒辦法 只好放手 正常召喚師想召喚出英靈之際 兩道轟轟去想從廣場兩側想起 好啦 好我們進行下一話 好 好 第二話我們用 英對 小英對 好 天火閒者 果然很熱鬧了 伴隨去想和現身於廣場左右兩側高牆上是帶著無業魔神兵的無業賢者以及帶著天火龍神的天火賢者 哇好帥喔 無業賢者 我們來讓氣氛更熱鬧了吧 無業魔神兵 擺台下那些廢鐵通通打爛 喂 你不要這樣太過狠 萬一出現死人 大人又會說叫的 真麻煩 哪有革命 不流血 我知道了 無業賢者和天火賢者指揮天火龍神兵和無業魔神兵跳落牆下 開始四處破壞 廣場內的市民真相走壁 這時兩批蒙著面的人 自廣場前後的路口衝進來 直朝高台衝來 我想被機械化了就快跟我們來 誒我 我知道了 某些人來到等待機械化的少年少女 米 少女們面前 逐一擊倒他們父母 必把他們硬一帶走 這些傢伙真難 不能讓他們帶走那把孩子 我們過去阻止他們 不要你來命令我 爹大師 你擋在我們面前是什麼意思 看不過 我看不過 眼影的方法 所以我是不會讓我們過去 快給我讓 哇 還要消 消除這個哦 真麻煩 好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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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現在沒有了 太棒了 所以只要消除一次 只要CD重置 他才會繼續 電擊扶石 蹦蹦蹦蹦蹦 蹦蹦 OK 其實這邊可以稍微 洗一下技能啦 小心轉就好了 OK OK 哇這個 這個珠子是 可是 哇 是不是選錯隊伍 我的妖后也只能說 我 妖后是 妖后好像是 流暗珠 不能消除暗符石 好麻煩哦 我選出隊伍了啦 呵呵 碰到不會扣血還好 我 他總是電擊一次啊 他只能電擊一次啊 他只能電擊一次啊 哎好麻煩 先保密好了 我想說先把龍哥弄跳起來 不要掉暗珠就好了 嗯 呃等一下哦 這樣 嗯 引爆新扶持以外哦太好了 兩回合 這樣 哇這樣還沒帶走哦 好 我還以為那個電子豬 電磁豬會一直存在 還好不會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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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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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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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我可以這樣 5 好 因為他可以帶頭了 5 5 拜託我不要太難啊 你想以為我們為敵嗎 消暑火屬性連擊 傻眼 這不能連擊對不對 哇尷尬 很尷尬 好 沒關係 拿天降就好了 好 快死了 好用 好 好 敵人會燃燒 也會合 喔 敵人攻擊數是越多 攻擊力會大幅提升 然後我現在沒有仙人掌 嗯 敵人 敵人 這算首批嗎 應該沒有 來吧來吧 既然沒天降 喔 過了 召喚師 換出英靈阻狼 米吉利和阿捏一切前行 可是尚未習慣使用機械身的召喚師 很快不離 而頹然 過為地 降落奧斯已被擊飛昏倒地上 米吉利即 善前以身體壓制住 敵人 只得你一人 無法對付我們 放棄掙扎 我的夢幣 不是要打倒你嗎 什麼 人都被判決通通帶走 敵人 這一切都是你的錯 為何你要這樣走 你就那麼不喜歡 機器的身體嗎 不是這樣 這並不是喜歡與否的問題 你們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對啊 我到現在完全不明白 不會說老子的身體 強大而超落體的力量 這些都是我們一直所追求 你到底哪 感到不滿意 因為這些都是你認為美好的事 根本不是我水族 所追求 也不是剛才那幫少尼 少尼說渴望 你 正當美姬想出化石 新往搭他美姬列艦 示意他鬆開召喚師的束縛 比喻大使 我再重新過你一次 你 真的要拒絕我們嗎 他 和之前那溫柔熱情完全不同 即使隔著口虧 我也感受到他 上方出來的冷漠 這就是化成機器的副作用嗎 西姆 我很感謝你救了我 我活著全靠機器化 所以 我不認為他是絕對的錯誤 但我不能認同你的做法 你只是用愛的名義 來勒索著大家的情感 唉 即使你是珍貴的樣子 這樣堅持要與物我們為敵 我也不能放過 只能把你撤離破壞 西姆舉起右手 掌心冒出一隻又生了圓桶 圓桶凝聚著金光 那股金光不斷流轉 快要滿意死 以猛力擊出 只惜召喚師腦門 OK 下一話 下一話 好 第三話 那我們一樣喔 我們的陰隊 這樣可以過嗎 我想一下喔 還是弄巴龍啊 弄巴龍好了 巴龍試試看 好 在金光吞下彰王師前 一道龐大的身影衝到彰王師的面前 在彰王師面前展開元素之盾 兩種力量相撞產生巨大衝擊 使殺成事情 視野變得模糊不清 把護隊向確保 煙霧中傳達機械的箭子衣 召喚師二男弟 抬頭被煙霧引到的綠色機友 是蠻牛 蠻牛 你怎麼會 我就知道 這場鬧局是你們搞出來 你還是如此執迷不悟 這事我一定要搬給拆掉 米基和那一線 阿捏倩嫩嫩出蠻牛 情緒更為激動 他們舉起武器 想跑向蠻牛 可是跑到途中 兩道身影從沙塵中冒出 分別身腿揮拳擊向 米基利和阿捏倩 來人只能舉手抵擋 攻擊的衝力 把米基利和阿捏倩嫩嫩後 這兩道身影沒有練戰 並跑到張光師面前 那是格雷琴和麗莎 原來是你們 太好了 我正打算找人把米基利和阿捏倩嫩 這兩道身影沒有練戰 你們自己跑出來 那就省事許多 來了 徹底 卸化 蠻牛二絲 哦 有五個回合 是可以稍微 哎呦 是可以稍微 稍微 稍微洗一下一下 是可以稍微 好 好 最後一關 看攻擊是七千多滴 好像擠不掉齁 要三回合 先開 好賠了 嗯 開發紅 越戰越強 越戰越強的話 可以攻擊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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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直接 在新聞的呼喊下大批武裝機械式明治台下爬到台上 超張望斯等人不斷發動攻擊 赤弱的張望斯等人簡陋疲態 這件小學我們只會全軍覆沒 我也知道 但現在放棄就一定沒希望 只要大支撐多一回 莉莎 我們拔開那天真的想跑 沒人回來救你們的 對呀 格雷奇 你也是 你就是因為太善良 才會被那般惱怒的人類所利用 輕易行過來 我沒被利用 我只是依從我的意志去幫助他們 你們還是沒變 也還是讓我們自以為是 把所有人都當成笨蛋 原來你一直都這樣看我 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關係怎麼變得如此肩膀很無章 阿捏青不要這麼喘 格雷奇他們只說那些人的甜言免所誤導 只要把他們帶回來 我會重新教導他們 希姆 對 我一定讓你變回以前的你 格雷奇 在希姆的話語下 阿捏青和免心的戰役重來 反而張望斯等人應付接種而來的機械市民 已喘不過氣 這次重來的麗莎驚呼 又讓他被五名市民重重壓住 動彈不得 唉 你們遇到大危機呢 知道的話 就快來幫忙 竟然小麗莎這樣哀求 我就來幫忙吧 天火賢者跳上龍神兵背上 以雷霆望君之士排上高台 龍神兵嘴巴閃中紅光 是否噴向壓在麗莎身上的機械市民 一邊 另一邊香 是要打什麼啊 無業賢者超過魔神兵至高速跳到台上 來到超光師他們面前 你們玩得這麼開心 怎麼不算我一個 五夜賢者沒理會 張望斯他們只顧衝向美濟利和阿內劍 張望斯爆起昏過去的 江洛奧斯與格雷行等人一起跑下台 另一邊傳來正正激烈的碰撞盛 魔族賢者們與新魔等人正發生激烈的戰爭 可是張望斯也沒閒下關係魔族賢者的生死 只能拚命跟著格雷行他們跑上前方 他們繞著曲折的向道 穿過險峻的崖壁 來到城外一座山藥的平地上 才請向小霧來 平地不敢出有座龐大機械要塞斜血液的處理 張望斯很快辨認出那要塞 那是格雷行他們所駕駛的420藥塞 張望斯感到無比壓抑 台頭好像是格雷行他們 這是怎麼回事 你們為什麼要救我 這是因為有人要我們來救你 聯合來說明吧 一把手心的聲音是身後床台 張望斯轉身回望 我幹 誰啊 到底是誰 沒了 嗯 嗯 機械層之轉只有 只有到這邊而已 後面是雞偶的 雞偶片 好像通過兩次齁 他那個有那個隱藏關卡的樣子 多看一下 對啊 主線已經沒了 好 好 那 我們的機械層的故事都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我的頻道歡迎到我的粉絲頁按著讚 與追蹤最新消息 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更新的影片就收到通知了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拜拜